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比如说书法造高 学史修养深 人品高尚 这样的人还能说出几位了 就是我能接触到的 比如说天津有一位苏林大尹 他的名字叫于明善 我们把这个名字写下来 可能有些网友对于这个名字感到深属 我先给他定了这么一个调子 叫苏林大尹 哦 是您给他定的 对 就是这个尹堂的尹 苏林大尹 他的名字叫于明善 这位老先生也是刚刚过去不久 年龄上和启公先生差不多 可能略比启公先生小子们三四岁吧 他过去的时候也是基本是九十岁的高龄 启公先生过去的时候大概是九十三岁 他过去的时候不是八十九岁 就是九十岁老先生 提到于明善先生 这个人的书法水平 也是启公这一级的人 也是一流的 提到他的这个血氧 血氧方面也非常的高 但是到不了启公先生这个高度 人品方面极好 我们之所以要谈他 就是我非常的惋惜 甚至是我为他抱不拼 我觉得这个老人水平如此之高 却没引起社会上的关注 或者说他没有带来相应的一种待遇 虽然我说他的书法水平 和启公先生是一个层面 但是他们的书法价格 就作品价格能差多少呢 我想至少要差一百倍 那就是基本上是天壤之别 几乎是这样说 比如说启公先生现在一张字 说卖十万块钱 并不难卖出去 一张二乘四尺的 整张宣纸写满字 比如说卖十万块钱 这是很容易卖出去 但是余明善先生 也是写这么大张字 要卖一千块钱 恐怕都不容易 无人问经有可能 是的 而且我们现在感到遗憾的是什么 那为什么呢 余明善这一生当中 我都不知道经他亲手卖出去字 有没有我在怀疑 据很多人介绍 就说有人主动上门找他求资 买他的纸 他不卖 他辉决 为什么呢 对 他可以拜宋门一张 但是他不取任何报酬 是这样一个完全淡泊名利的这么一个高人志士 说到他您给他封的这个号叫书林大隐 一般我们说隐 就是说身居简出的一个隐士 或者是一个居士的一样 对 感觉好像和现在的这个市场 或者说 和社会要不敢合拍的 是不是这感觉 对 实际上 给人这种感觉 这样的人 我们或者应该称呼他为圣贤 就是他不合拍 并不是说他做的不好要不合拍 是他高尚 而不合世俗合拍 应该说 他是圣贤的风格 超凡脱俗 用超凡脱俗 对他的评价 是再恰当不过的 我们说一说他的老师 他的老师 就是文医学大师 林志军 林志军是谁 林志军就是曾经过去在清华大学 担任教授的一个非常著名的学者 而且书法水平之高 是令后辈非常敬仰的一个人 这个林志军呢 说别的大家不太有记忆 比如说林志军写的碑文 我把他命名为三绝碑 怎么叫三绝碑呢 在历史上曾有欧阳勋写的碑 称为三绝 因为所里面歌颂的人物 碑文歌颂的人物是唐太宗一绝 魏征传文又一绝 欧阳勋书丹 就欧阳勋提米又一绝 这是三绝碑的其中 这个典型的 近代史上三绝 就是林志军写的碑文 碑文内容歌 这个赞颂的 数碑力传的是汪国维 汪国维大家知道 太斗鸡人 那么林志军用了欧体字 欧体楷书写的碑文 传文者是陈寅雀 就关于这个雀字啊 我好像以前说过 就是这个客首的这个客字 这个字呢 插字典 插不出就读雀 但是我们称呼陈寅雀的时候 始终就是叫陈寅雀 如果念陈寅雀 可能蓬佩契人就要笑 是不是就是 锅龙成谷的那个 对对 就是他 陈寅雀 陈寅雀 家里三代人出大师 他的祖父陈宝琛 那是皇帝的老师 大师级的人物 他的父亲 陈三丽 就陈三元 大师级的人物 到了他和他哥哥陈时增 又是大师级的人物 所以当他们陈家 三代人出四个大师 这是历史上所没有 光宗耀祖 所以这三个人的碑 是林志军 王国为 和陈寅雀 是三角 林志军就是于明善的老师 于明善到了六十多岁的时候 见到林志军的时候 过年去拜年 必须是五体投地 他跪在那磕头 而且林志军 也是非常坦然的接受 我们就见到于明善对师长的那种尊重 每一位提到老师 都是非常的严肃 端庄 提到老师那种敬仰的态度 那我想问一下 您非常的崇敬这个起功 但是您未曾和他磨过面 是 那这位老先生 于明善先生 跟我见面很多 于明善先生生前是天津市师范大学的教授 嗯 但是我跟你说一下他的生活状况 大家会就会感到甚至皇后不解 能到这种程度吗 是不可想象吗 是真的 我在十二三年前的时候 我开始认识了于明善先生 我知道他是个大师级的人 我就托朋友找到他 我说于先生能不能教教我写字 当时于先生对朋友说 你告诉天津章 让他到师范大学来找我来 但是不要到家来 我家里住的非常狭小 让他在院子等着我 在操场地间等着我 我在那儿正在见面 嗯 然后我就到那儿 准时和于先生见了面 我们两个人没有坐的地方 只能坐在一座教室门前的台阶呢 我仅有的一张报纸 给老先生垫在了屁股下面 老先生坐在报纸上跟我谈 嗯 两个小时 嗯 对我很多鼓励 就是说年轻人自写的这样 写的不错 应该再接再厉再努力 而且同时告诉我 你应该领哪个帖 应该再看哪本书 应该在哪方面再下功夫 给我说的相像细 非常不自私 而且于先生在背帖这方面的研究 使我感到吃惊 你随便拿出一本古人的字帖 你只要改了它 它马上就告诉你帖是谁写的 这里的内容是什么 什么年代 什么背景 然后就是口若宣和滔滔不断 有人说是问一大三 孔子说 有人问一大三 问到烟灰的时候 问一大十 于明善就这样 你问到背帖学当中之后 于明善问一大十 哎呦我是可了的 知道这么多东西 我是写欧阳寻的 美术的欧阳寻 人家提到的那些个学问和知识 我闻所未闻 我真的感到惊讶 老先生知道这么多 但是我们就在院子里边 师范大学的院子里 坐了两个小时 于先生并没有说 你到我家来吧 没说这样一句话 我回来我就问你 我说于先生说 他在家里住的狭小 住一个什么房子 说他们老两口呢 就住一个独单 我也不知道独单 是多大的一个独单 一直到于先生 过去以后 我到他家去吊宴 我进了他家之后 他这时候住房已经改善了 是什么状况呢 方厅部租三平米 在方厅里还放了个洗衣机 过去的人 只能一个人过去 对面如果来个人 两人对着走 会要侧着身子才能走过去 他的厨房只能过一个人 他在那个阳台只有两平米 他那个大屋子里边 就是他写字 看书的地方 书房十一平米 他的卧室七平米 你加起来是什么住房条件 而且屋里破烂不堪 所以我进去 我感到惊讶 这就是于明善住的地方 于是我给他写了一副碗帘 我这碗帘的当中 不仅是对他生活的一种 一种感到非常的怜悯 对于他的这个评价 我是真心的在说 我说书林痛道 无双客 宝塔京催第一层 真的是第一层被摧毁 我所说 于明善死 使书法界的顶高层被摧毁 一大损失 坍塌了 而坍塌的是最高层 于明善死标志着书法界的 现在的这个格调矮了一层 同时在起功过去的时候 我说书法界少离凳 这层台阶 最高的这层台阶 坍塌了 所以这些人 值得我们特别的纪念 学习他们 特别是于明善的这种 淡泊名利 一生当中不为名利奔走 尤其使我有时候感到 心里一种矛盾 也不只是尊重他 还是觉得对他有三分的埋怨 他在临过去的半年的时候 他写了一个叫启示吧 找到了天津基门报的一个记者 找到他跟他说 我写的这个启示是要求退出书法界红 我也不知道他是要求退出中国书协 还是天津书协 因为他当时是中国书协会员 天津书协名誉理事 老先生就说我要求退出中国书协 这位记者赶紧就劝阻 说老先生你不要这样做 这样做完之后会带来很大的影响 您不要这样做 再三的劝阻 老先生才非常的不愉快的离差了报社 因此我们说到这些话说就感到这样的人终生潦倒 而且真是吃饭穿衣都并不宽裕的一个人 书法水平到这么高度 我们会说成什么 有人会说他是个傻子 他这个人的不懂生活 实际上我说也可能有这方面的东西 我不否认 但是我必须得说我们必须得安静下来 做学问研究书法 真的得塌下心来 每天踢起笔来就想到金钱地位名誉 想到这些东西你字是写不好 于明善的水平之所以这么高 是跟他那个非常临近的心境有关系的 而且于明善的擅长位碑行草书 包括张草在内 都是一代的旷世奇才 各位朋友 今天我们向大家介绍一个一字 这个一就是衣服的一 我们现在用楷书把它演示一下 因为这个一字虽然并不是难度很大 但是这个字类型很多 和它相同的这个字形也很多 所以我们把它拿出来 做一个代表的一个字力 是有它的一个代表性的 好 我们现在演示一下 大家注意看 这个字形呢 有一很大的特点 就是这个点啊 叫高企 我再写一遍看 高企 相对的平一点 由于啊 笔画比较少 这个字的点画 横 竖 撇 纳 都比较长 所以写起来 写起来在结构上 或者是在这个点画方面 都具有一定的难度 再看一下这个字 这个点啊 起不起虚间都没有关系 按收也可以 点个点之后呢 起来一点也可以 这个不严格 严格的是 下边这一横 必须距离它远一点 不要离得太近 到这个地方 大概到这点的边缘 就开始转 然后写一竖笔 这一竖笔啊 也有考究的 这个欧阳勋 写这个竖笔的时候 基本和这个点 是对着的 就这么直着下来 燕真卿 写这个竖笔的时候 不要靠左 它也不是一横 直接把品带过来 它起两笔 这是燕真卿 我们先把这个欧字 介绍清楚了 右边的这个 实际上是着法 我们所讲的着法 就是这个着字 着法 就是这个短笔 在写的时候 它的极点 在跟这个横是平着的 一般的人呢 不敢写这么高 然后这纳笔 是这个字的正中心 写的这么一个纳笔 在前边呢 稍稍写那个一波三折 把那个前面第一折 深埋在了竖笔当中去 再看一下 是这样 我们再来介绍一下燕真卿对这个字的写法 因为我们主要介绍是欧体字 附带着谈一谈燕体字对这个字的结构特点 当然这点在点画上都不同 这笔它写的时候呢 分开两笔写的 然后这一笔写完之后 这笔从这下来 是这 然后从这过来 那笔过来 再是这样 所以在这条中线当中 和这个竖笔有很大的区别 现在一般人也都喜欢用这种接体 但是我却以为 欧阳荀这样写 更加显觉 更加俏丽 我们再来看看欧阳荀对这个字的写法 注意看 最后这个纳笔写的时候 不要太慢 不要总用这种色笔一点点这么这么走 这样走就失去了欧字的那种爽力 欧字写出来非常的爽力 干净 有人以为这种点画 如果写慢了一点点往下渗透 是什么乌漏痕呢 这个实际上有时候是一种曲解 如果笔笔用乌漏痕 所谓乌漏痕的写法 完全是这样 这个徐徐渐进 用色笔往下这样走 这样走 或者横划这样走 这样走 就太笨拙了 那写字就累死了 赵孟福这个人呢 日书万言 依马可待 他写一万字 你骑马来取字的人 就站在马的旁边 依着马背 稍稍的等一会儿 一万字就给你写出来 写这么快 而且写那么好 如果都用这种所谓的乌漏痕 什么印印泥 遮拆骨 用这些个笔法 那依马可待 不知在哪天能等待到 这一万字写成 所以字写的又要快 又要好 当然我们说的速度 有基本要求 过于荒腐也不好 再介绍一下 这个一字的这一个竖笔 就这个笔画 注意看 这个笔画 它本来不难 但是先接到下边 这个条笔 是一笔过来的 但是古人呢 不完全是这个意思 古人有时候写 就是两笔 写一竖 直接再加一条笔 古人是多数这样写的 后来等于是进步 就说我们学习唐朝的楷书 并不是以步以驱的这么写 并不是 我们也有一个时代感 随着这个原明清 对楷书的发展 像这种点化 就变为了一笔 直接 注意看 下来就是左边一靠 这个点化就起来 用简约呢 写出感到又流畅 是这样 这是我们向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一字的楷书写法 我们下面向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一字的草书和行书的 这两种写法 先介绍行书 这就笔意上很连贯 在行书的时候 右边的这个纳笔 变成了一个反纳 变成了一个长点 这个点点的一定要有力 注意看 摁得住这个纸 最后这个点 如果写太快了 就荒腐了 所以写新书 写草书 都是要有节奏感 有人写起来的话 就是我们俗称叫一道汤 一道汤就是 前后是一个速度 写出来之后感到很荒腐 比如说这个日照香炉生子烟 那么写的时候就是这种 这就并不太理想 就是不要写成这种 非常的轻率的顺别而留 这样不好 要有节奏感 再看一遍 这个竖笔呢 也就不严格 靠左一点也没有关系 靠左一点 这点的就拉长一点 这个竖笔呢 靠中了之后呢 脚稍短一点 这个字呢 写起来应该是流畅 我们现在向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一字的草书写法 大家看一看 这是一个基本字形 写快了以后呢 就变成一个这样式 注意 这个起沟 不再是这种比喻的 即使是你少写一个片 是这样的 也是行书的比喻 应该说 在草书写到这个竖沟的时候 是个这样的比喻 就是它在向内往这边倾斜 向右倾斜 所以看了之后 它很活泼 再写一下 这样 草书的比喻 如果你写完这个之后 虽然是草书 但是你是这样的 再写一遍 就很直 那么就感到这个字 生硬 草贵圆 真贵方 草书多用圆笔 少用这种生硬的 楷书的点画 楷书对草书的作用 只是起在内在里边 点画的那种力度 和入址的这种程度 在这方面起到 千一默化的作用 是这样 所以这个沟起来之后 是这样倾斜的 一字 最后我们把这三种书体 一一再演示一遍 这就是一字 这是俄书的 那这是一字 琨就制定来 中学书鞋 中学书鞋 最后去 这个时候 俄心 你将วก 这就是 甚至 这就是一字 听 て 这个 primero 天 donc 一 海青草三种书体的基本写法 今天这个每日一字就说到这里